在 几年前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当地的银行被一个一个的抢劫 但是这个抢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因为这个抢劫犯的一个人作案 他非常的有礼貌 他每次抢钱的时候都会写张纸条 上面写着什么呢 Please 请你把钱放在这个袋子里 然后Thank you 谢谢 所以媒体一报导的时候 这个是被称为绅士劫匪 很有礼貌的劫匪 后来警察抓住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人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的教堂听到了之后 当然非常震惊了 就像你们听到我明天被警察抓了 抢劫 你们说正经 但是他的会友们坚定地站在他的后面 就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父会做这个事情 他们去写请愿书 帮助他去筹钱 打官司 保释金 但是警察确信 他们抓的罪犯是对的 那个神父就是那个抢劫犯 因为有目击证人认出了这个神父 那神父抢劫银行 你知道这个新闻有多大吗 铺垫盖子的媒体就开始挖了 就挖他的过去 发现他以前在这个一个教堂 因为这个教堂的财务有问题 所以他离开了 而且在挖挖他 哇 原来这个神父自己 还自己拥有自己的公寓 还有一部车 那些媒体还解释 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人 会支持他的神父呢 因为如果这些的会众不去支持他 那就显得什么 显得这些会众都是无知的 你以前都信错了人了 所以你现在好像被迫的 一定要去支持这个神父 那这些的新闻在全国各地 上到这个头版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坚信 这个神父就是罪犯 而且为他解释 为什么这个神父啊 他今天去打劫 明天还可以站在讲台上面 毫无愧疚地在讲道 为什么呢 一般人做不到 那肯定这个神父是什么 精神分裂 有人格分裂的问题 除了他的会众之外 没有人站在这个人身边 但是呢 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真正的抢劫犯 在之后一次抢劫 当场被抓住 事实证明的就是 这个抢劫犯 他的确长得很像这个神父 所以被认错了 那神父被释放了 教会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party 但是之前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人 向他下过一个结论的 那些人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会有什么回应 没有回应 哦 不是他 那就算了 对吧 对神父对教会造成的伤害 无所谓 那这些事情给我们的反思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挑战 或者攻击 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把柄 被人抓住的话 人家就会大肆的宣扬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值得去思考的就是 为什么 其他的人 喜欢攻击教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 当然了 圣经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 光照在黑暗里呢 黑暗是不喜欢光的 那我们是基督徒啊 我们就是真光嘛 我们在黑暗里面 当然他们不喜欢我们 肯定啊 这是有魔鬼的作为在当中 但是 基督徒本身真的 百分之一百都没有责任吗 或许 基督徒可能真的没有去抢劫 但是会不会有这种的情况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的行为 导致了别人 一看都心目中认为 基督徒就是一批 爱批评别人的人 是一批 很虚伪的人 讲一套做一套的人 这是很有负面的形象 在别人的心目中 所以当你们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人家就抓住这个把柄 来攻击你了 我就碰到很多的人 跟我说他们 曾经也认识过基督徒 但是被基督徒骗了 曾经被基督徒欺负过 或者有些人去到教会 但是呢 在教会的经历非常的不好 很受伤害 所以之后就 非常的不喜欢基督教 很反感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 基督徒我们的个人生活 是会影响到教会 或者神国的事工的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圣经啊 我们继续看 克林多前书第五章了 保罗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 也是在处理 信徒的私人问题 个人的问题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群体呢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生活原则 对吧 有圣经 那也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道德标准 应该是比别人高的 但是克林多教会 发生了这样的事 经文当中 大家看到吗 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就是娶了他的继母 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的父亲是死了呢 还是他们分开了 我们不知道 但是保罗在这里 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这种事 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也就是连非基督徒 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而且这个叫乱伦 乱伦在罗马的法律之下 是禁止的 是为人所持的 这也就是说 这个教会 有人的道德水平 你连外面的人都比不上 或者我们要想 我们今天的教会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吧 的确可能乱伦的事 我们不一定有 就像抢劫牧师 也应该不会去抢劫 没有体力 打不过人 但是会不会有提他的事情呢 是连非基督徒都看不起的 但是基督徒却在做呢 我几周前我看到一个新闻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雪梨大学去年调查发现 有250个海外学生 用假学历 还有假的英语成绩 去申请入学 而且有一些还通过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新闻 我们都知道 澳洲的文化 奉行的是一个诚实的制度 Ownary System 就是别人先假设 你是不会说谎的 这个制度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说谎的时候 是被所有的人都鄙视的 那我不敢说 这个新闻当中说的 250个海外学生里面 有没有基督徒 我不知道 但是我侍奉了近20年 很多年我是在做学生的工作 我亲眼见过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用假学历 假病历 假成绩 这是真的 当然了 基督徒也是人 有人 人就会跌倒 有时候也有贪婪的时候 也有犯罪的时候 对吧 那保罗说 所以人犯罪 还不是算最糟糕 已经是很糟糕了 最糟糕的是什么 这个第二节里面说的 第二节说吗 你们人至高至大 并不哀痛 也就是说 当教会看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觉得没问题 不管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他个人的问题 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 我们教会你看 还是这么富有 还是这么有学士 还是这么好 他自己个人的事 就让他自己处理了 如果应用到今天的层面 用回我们刚才那个假设 如果真的有基督徒 去做了这些的假成绩 而且成功的入学 那这个人 不单之不觉得有问题 然后他还怎么样 他介绍朋友 你知道吧 我这样做成功了 你也可以这么做 那更糟糕的是什么 教会的人 当知道这个人 在做这些假成绩的时候 也不提醒 也不觉得有问题 反正他自己的选择 你想想 当教会对这些东西 都沉默的时候 教会会变成一个 怎样的教会呢 那保罗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非常的气愤 我们就是看到那个语气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他要使用他的属灵权柄 来判断和处理 甚至里面说到 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 要败坏他的肉体 非常的气愤 就是要有惩罚 要有纪律 但是这个处罚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也提到了 最终是为了要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里面能够得救 惩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惩罚是为了让人知道罪 去回转 去悔改 回到神的身边 旧约当中 你看以色列人 整天都被神惩罚的 对吧 他们没做错事了 神就惩罚他们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他们回来 而当一个人知罪悔改之后呢 教会就要重新的去接纳他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 保罗很生气 要把他赶走 要处罚他 但是呢 这是哥林多前书 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 他又讲到了 那一些让人忧愁的人啊 这是被惩罚的人啊 如果他们是受了 责罚了 他们也愿意悔改了 那教会就应该接纳他 第七节说 这是哥林多后书了 说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太过忧愁 甚至沉沦 你看到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是不是保罗之前骂的 现在他认罪悔改了 接纳他 但是我们看到 教会对于这些罪的态度 应该是怎样的 那保罗在第六到第八节呢 他就用了这个无教的面 来做一个例子 解释为什么 教会是需要纪律的 这里的很多人喜欢做面食 对吧 都很知道 这个面教是怎么回事了 那犹太人他们也很清楚 这是什么 特别是犹太人有一个逾越节 我们都知道 逾越节是纪念 这个犹太人被神拯救出埃及 接着逾越节之后的七天 连续七天就叫做无教节 就是站在七天里面呢 他们不能吃有教的东西 只是无教饼 那代表什么 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了 他是这代表着 耶稣 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把那个旧的教除尽了 那现在那个心面里面是没有教的 教像什么 罪就像教了 它会扩散 会蔓延的 如果大家在教会当中 对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闻不问 事不关己 那结果是怎样 做那些事的人 他觉得原来没问题 我可以继续做 我前个礼拜 我带这些年轻人出去玩 那我们知道我们年轻人 现在开始都有车牌了 开始能够开车了 有几个 那你知道那个批牌 晚上开车是有限制的 他们只能载一个人 同龄人 对吧 不能载多人的 那一天呢 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在车上面 我说你们不是 这不是犯法吗 说不要紧 抓不到的没事 我们反正很安全的 我们开得很慢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当然我很严厉的 对吧 你要不别去了 要不一个人上我车 那你想想 如果我不出来阻止他 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就是 反正只要没被抓到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道德水平 就是在人的心目中 开始可以蔓延了 那基督徒我们还能够被人家看得起吗 当一个圣洁的教会 里面的会众的道德水平 或者是判断是非的能力 连非信徒都不如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做假学历的 逃税漏税的 做假见证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 能够去吸引别人进到教会吗 当社会上的人 对教会是一个 鄙视或者敌对的态度 不是说我们的福音工作怎么做呢 那今天呢 在澳洲 在这个西方社会 不是华人的圈子 在西方社会当中 其实普遍他们对教会的态度 是很负面的 那不像华人就是说 很多人他即使不相信 耶稣的好 那他也很尊重基督徒 但是在西方澳洲的国家里面 一般的人对基督徒 或者是对神父牧师的态度 就是这一批就是假冒为善的人 就是整天说谎的人 我在刚刚被案例的时候 在接近二十年前 做牧师的时候 当时候教会刚刚 就是在查很多 被调查那种 这个儿童性侵害的 这些的事件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有些同事 穿着这样的牧师服 在这个city 走路都被人吐口水 因为媒体大肆报道的时候 在别人的印象当中 你们这些做神职人员的人 都是在骗饭吃的这种神棍 这种的形象 为什么这样 当然它有它的原因啊 因为教会的确在以前 发生的这些事情 而且教会的确没有处理好 那些的事情 导致很多的人在教会受伤了 那这些的把柄 给别人拿到了 人家就大肆去宣扬了 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困境 就是普遍人对教会的基督徒 这种的态度 是看不起 这对很多人对教会 或者福音就有了误解 所以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 非常的重要 我们继续看经文 在第九到十三节里面 保罗就讲解了 建立这个教会 纪律的一些的原则 他说 教会的纪律呢 它不应该 应用到所有的人身上 它只能针对基督徒 因为如果外面的人 他连神都不认识 你怎么去理解神的道 或者神的道里面的道德标准呢 对吧 他们无法理解 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今天我们知道 澳洲社会 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 很多很多 那教会我们 有很清楚的立场 这是反对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是圣经当中的道德伦理 但同时 很多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有这个立场的时候 如果他在外面 遇到这些人 他会很害怕 会避开 会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道德伦理 跟他不一样 就避免跟他接触了 那也就是说 背后把我们这个价值观 踏到别人的身上 就是你们也要跟我一样 不然我不跟你做朋友 保罗说 如果是教会内部 我们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严肃地去面对 要去处理 特别是在十一节 里面讲到 就是如果有行淫乱的 贪婪的 败偶像的 醉酒的 那所干这些事的人 我们必须要严肃处理 不要跟他相交 吃饭都不可 这些都讲到是教会纪律 其实是怎么样去面对 处理 让他能够悔改 但是 十二节说 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 这是讲到教外的人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太过去 关心他的个人生活 或者伦理道德是怎样的 让神去做 对于教会的人的生活模式 教会外的人的生活模式 我们去尊重别人的选择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权 我们同时接纳这个世界 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得接纳每个人 都有不一样的立场 虽然我们有坚定的立场 就是我不接受 我们的立场是那样的 但是不代表别人不可以有 那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只要关心 他们认不认识神 他们对福音有没有回应 就够了 不需要强把我们的那套伦理观念 加到别人身上 什么时候去做呢 如果他认识神了 他接受耶稣了之后 那我们才能够把圣经的道理 慢慢地教导他 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导致 因为别人的行为 跟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就把它拒绝了 那这样的话保罗说什么 这样的话 你们在这个世上都不能生活了 因为你无法避开这些人的 那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有什么提醒我们的 这段经文本来是讲到一个乱伦的事情 但是提醒到我们基督徒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道德细节 需要非常的敏感 很多的小事情 很多的小事情 都能够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这是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代表着神的荣耀 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还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碰见了一个牧师 因为他认得那个是牧师 他去超市 弄完了那个手推车 就没有推回去 推在一旁 被别人认出了 在他的印象当中 他都来告诉我 你看你们牧师就是这样 那搞得我以后 我每次推车 我都一定要很小心的 放回去 还要把街上的看见都把它摆好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原来我们这种很小的事情 都可以让神的荣耀被亏损的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上耶稣的代表 对吧 那所以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别人的事 他这个弟兄犯了错 跟我没关系 不是的 我们一方面注意自己的言行 但是一方面如果教会当中 有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要去面对 用爱心去提醒这些人 对吧 但是不是那种道听途说的传谣 我昨天看见他推那个车 什么了 或者这个人 昨天他喝酒喝醉了 传谣是错误的 但是那我怎么做呢 我不确定 或者我看到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该怎么做 遇到这些事情做什么 怎么做好 不做啊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们怎么做 祷告 问神怎么做 对 神没有回应呢 开心里感动 你们没看见我站在这里吗 找牧师啊 你告诉牧师那就不是传谣了 知道吗 是因为你告诉别人就是传谣 你告诉牧师就是你关心这个教会 牧师有属灵的权柄和判断力 去看这个事情 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看到第一节啊 保罗怎么说 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 他封闻了有这件事情 就是有人向他报告有这些事情 所以他要来处理了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去问牧师怎么做 第二个提醒我们的是教会有纪律是必要的 没有纪律的话就很糟糕了 对吧 教会啊 譬如我们圣公会的也有很多的纪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我举三个例子 这个都是英文的 中间那个是教区的整个我们的管理制度 这个很大本的 这个管理制度就是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符合那个规范 那个就是纪律了 譬如说我哪一天 我跟我们的堂坚 开始有不同的意见了 说我要买个新的电视 堂坚说不同意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没有纪律 没有规条 我们就吵了 谁凶 谁说了算 但是不是啊 当我没有纪律写的时候 我们就看了 这件事情怎么样 如果要买个电视机 是关于财产的 财产是谁说了算啊 牧师说了不算 这个所有的财物 是有慧众的代表 就是堂坚说了算 但是如果我们争论说 这个三一神 我们的信仰里面就三位一体的神 那这个有慧众说不同意 唐坚说不同意 那怎么办 听谁打 我们打开这个上面写着什么 教导的东西 牧师说了算 这些都是纪律 它很有作用的 不详细讲这个了 纪律里面都是为了很多的好处 包括维护我们的教义和信仰的纯正性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规范的时候 你说一套 那说一套 那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对吧 谁有这个权柄呢 当然也要维护 会众的品德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生活品格 是被别人看得见的 别人从我们身上 看到耶稣的形象是怎样的 他不是个人的问题 当然当我们去注重我们自己的品德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一步一步的成长 那更加就是内部的和谐了 就是你有纪律 有规条 有规范的时候 刚才说的 如果我跟唐奸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些来处理 就避免了很多的内部的纷争和吵架了 当然当我们教会的声誉是好的 自然别人就会被吸引 因为福音不是一套的知识 福音是在人的身上活出来的 最后一个提醒的是 道德标准只是用于教会 我们讲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圣经的道德标准 我们只要求基督徒我们去顺服圣经里面的教导 放在不认识神的人身上是不对的 保罗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最后耶稣会来审判活人死人 所有的人都会被审判 但我们今天要去保持教会里面的圣洁 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 同时也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记得了以后推超市的车 小心一点把它推好 做任何的细节的东西 我们都要考虑到不是单单我们的方便 我们代表着耶稣的形象在这个世上生活 阿们